短短的问一下淑慧 就是我们今天的线上民调的问题 就是赖皮疗 赖皮疗现在持续烧开 我们今天有选项是 全民运动会成为打卡观光园区 开始了 边哭边拆放大绝 零之间2.0成为败选关键 淑慧请作答 我认为我原本猜想说 赖清德可能会到他老房子那边 祭拜父母 然后含泪拆掉 但所以我比较认识赖清德 都跟我讲他不会 他这个人死不悔改 你看到台南议会就知道了 我是觉得 因为我觉得他这个偏执狂 对 他不会 对 他觉得说 我说你不是我就忠痛了 你听我家 好啦 因为我们就回过头来 来看到这个是 目前全面延烧 而且这个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 赖皮疗 最近在Google上面 我们看到今天早上 我们一搜的时候 通通被吓光光了 什么还有赖皮 什么电道店 什么赖皮疗官邸 反正一大堆有的没的 网友就发挥创意 和速度 反正你大家在比速度 你现在看目前看起来 是不是下架的速度 比不上网友生成的速度 我不知道 所以现在是 因为刚在聊天室里面 我也看到很多 我们的观众还有网友 其实热烈讨论 我明明还没有再讲到赖皮疗的话题 大家已经知道讨论开了 这是最新的巧新 巧新在脸书上po文 他po出了这张照片 他说仔细看看贴掉了什么字 就是这一排字 在这张他秀出了这张照片 那结果眼力好 隐约可以看到 其实就这几个啦 副总统成长老家 这几个字被贴起来了 这个是我们来看到 在巧新 在赖皮疗前 这个打卡 这个是以前的康边 康边碎碎碎面 现在这边海边碎碎面 对对对 这一位就最右边那个 对对那是我有认识的 康边的成员 然后现在已经离职了 他自己经营的小粉砖 好所以呢就是 这也很巧啊 竟然遇到 遇得到 大家都去那边朝圣 对对对 有人坐计程车去的 超猛的 从台北市坐计程车去 也要去看 你看要花多少钱 因为今天下午 我透露一下 沙沙主播佩萱 他要直接去做 戏指的街坊民调 那就说这边当然还是 你知道就顺便去一下 万里的这个赖皮疗看看 是不是 好那回过头来呢 我在这边先请教 这个因为一直也是在追 这个万里老家 违剑的这个波及 因为我们看到 现在演啊演 演到了这一出啊 请导播回到第一章 上一章给我们看到 就是郑鸿怡哭了 郑鸿怡哭了 是一个什么意思 他是说这是赖清德 唯一可以怀念父亲的地方 却遭受蓝莹打压 还有人性吗 那我也要问问 当时南铁东一事件 你强拆这个民宅 南铁沿线居民 你赖清德对他还有人性吗 那当然这个部分 很多人就会拿出来对照 只是就说郑鸿怡这一哭 我不知道这个一路背情牌下去 我们刚刚其实前面也在讨论 包括亮哥也在讲说 是不是想玩这一招啊 最后就一边拆一边哭 但问题是我不知道 这一招到底管不管用 还是中间选民会心疼吗 还是反而会让中间选民反感 其实像这样的议题 对于所谓的 你可以从他们的这个反应 比如说郑鸿怡的情绪反应 会讲到哽咽哭泣这种就表示什么 他是对赖清德是真爱 就是说这些就是所谓的 基本盘没有问题 始终支持者 他们就会觉得赖清德被欺负了 就像当年阿扁被双手拿着手铐 举起来说阿扁无罪 你们这些人怎么可以欺负我们阿扁 有没有就会有一群这种始终的 每天跟着阿扁还有什么护卫队 就是这样啊 所以这个这些所谓的始终的不足一提 他们对扩展中间选票只有败票的功能 不要忘记了2008年吗 就是郑鸿怡就曾经这个示范过了 就是如何败票 他用脏话去辱骂这个马银九前总统 所以我还是得强调 就是说确实有很多绿营的朋友 他们看到赖清德被打这个违箭的事情 他们都觉得 这个又不是了不起的违箭 这个他跟他妈妈唯一有生活成长 共同经验的房子 你怎么可以 你们怎么可以这样欺负人家 当然这个是 我觉得这个东西如果是一般民众 当然没关系 所以问题是赖清德 他不是一般民众嘛 而且那就像这个很多人讲的嘛 你当初你要去强拆 这个南铁东夷的这个拆迁户的时候 如果他们的住户跟你说 这是我们家里面共同回忆的时候 你有去在乎他们的感受吗 他们跟你跪的时候 你还去骂他们 你还去骂他们 所以我必须要讲 就是赖清德 而且其实我觉得最荒谬是什么 就这栋房子盖好是什么时候 是2003年 大家都看到了画面都很清楚 他不是矿工工僚了 你可以说他有一个历史脉络 所以他这个建造可能申请上面 有他的困难 可是2003年的时候 那时候赖清德是立法委员 你自己家里面的东西 你都没有办法处理了 你怎么帮人民伸张正义 对不对 你那个时候 那时候台北县长叫做苏贞昌 你怎么没有把这个案子提起苏贞昌 说我要帮矿区的这些老房子请命 结果是谁去请命 是2019年新北市的地震局 去跟中央请命 那时候 那时候行政院长真巧又是苏贞昌 又不理 奇怪苏贞昌就是要卡赖清德是不是 怎么那么小 每次要解决就是碰到苏贞昌 结果苏贞昌也同样没有处理 现在即便到现在新北市政府的态度 还是说 希望中间 确实可以帮忙 这些所谓的矿区民众 他们的土地使用分区 在当时没有登记的时候 现在有没有办法有一个补的 一个货 那个叫货免权 就是说让他们就地合法 其实就是所谓的就地合法 老实说这是这一块违建里面 最 就是说赖清德一直不断拿来强调的一块 就是说矿区的土地使用的问题 可是这没有办法掩盖你的房子 是寄存违建的事实 我们就来谈寄存违建跟缴税这两件事情 你一开始都是凹 都说有门牌不是违建 我们都有缴税 我妈妈小时候为了缴房污税怎么样 你小时候你妈妈那个时候 筹的钱 或者说你就拿不然你就拿出那个历史的文件说 就是我有缴房污税的证明嘛 拿不出来嘛 为什么就是那个时候缴的不叫房污税 还叫田赋嘛 那是也许他们一般他们那个俗称都讲 给我醋水 可是其实他不是 其实他不是 可是呢 你也只有你儿时的记忆 这代表什么 这代表你长大之后 你也没有帮这个家付出什么 不是吗 你整建完之后你有帮了什么忙吗 除了现在把它变成一个好像是这个世界奇观 北海岸知名景点 现在刺激了万里的这个观光旅游的景气 我相信很快可以去摆个香肠滩 民主香肠啊 听说有了耶 开始啦 或者卖一个什么赖皮蛋豆腐啊之类的 但是我觉得整体来讲这件事情 当你演变到网路上有一堆的恶搞的事情的时候 对赖清德的年轻选民绝对没有帮助 就你要拓展 像郑宏怡这种这种 听你哦这没有什么大问题啊 可是当今天年轻的选民觉得 哇一个副元首 然后呢 你有违贱也就算了 还有特权去帮你看门 我就问哦 我记住你我还特地去查了一下哦 历任的我们就讲现代的总统 我们的现任总统叫谁 叫蔡英文 蔡英文的老家在哪里 他蔡英文老家在屏东封港 大家记不记得 2016年他当选中的时候 那边也变成一个景点 对对对 那边也有一个叫蔡总统故居老家 而且呢还有一个匾额在那边 那边现在有没有人住 也没有人住 可是有没有设港哨 没有 那你赖清德这个地方 为什么要设一个港哨 还有国安人员在那边24小时 我还我还再去查了 马英九那时候有没有港哨 有 马英九当总统 他新隆入老家有港哨 为什么 因为他妈妈住在那边 我们的特勤条例里面规定 直属直系写亲一等亲 是列为特权为安的对象 所以2013年发生过一个社会案件 那个时候呢 就是在他们的邻居 有人呢 这个是儿子要去杀妈妈的 然后妈妈就逃出来 然后呢就看到那个 那边有港哨 所以赶快就跟那边住了一景 啊拜托救我 还救了一条命 这个以前都有这样的社会经验 所以马英九那个时候有 是因为他老妈妈住在那边 他是为安对象 好 再来 陈水扁的时候有没有 陈水扁因为他妈妈在关田 有 一样的道理 尤其还在特别是那个 那个319枪击案之后 还加派警力去保护 这个也有 为什么 因为重点就是妈妈住在那边 关田老家是有人住的 再来 李登辉的时候 原新居有没有 没有 李登辉的父亲那时候没有住在那边 所以呢 他原新居那个时候三支 我相信那边的这个邻居都知道 那边没有设什么 什么危安 什么特勤 什么勤务的景点 没有 所以 我说 这个事情 那现在这个 有人住吗 现在没有人住啊 对不对 但是赖金德偶尔会去 所以我说 比较好的方式 不是你 像比如说像 你平常没有人去的时候 有国安的人特别在那边看门 这个不对 应该是人道 比如说假设今天赖金德要去 通报了 这个行程都会先通报的 因为都要交管嘛 然后呢 当地的警局就通知 好 那这个我们会马上派人过去 做一个环境的整理 然后什么的 然后比如说前几小时要抵达 我觉得这样就够了 平常的时候就怎么样 设一个巡逻点嘛 然后呢警察定时去巡逻就好了嘛 够了吧 不用变成好像 好像是一个 一个小队在那边助手 对啊 是啊 现在是这样 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那赖金德第一个 请问房子在谁名下 请问土地是谁的 如果是你儿子 你儿子在台湾吗 特种情务条例没有规定哦 如果这些 这个保护的对象 在中华民国自由地区 以外的境外的话 是不予保护哦 除非有 除非有 那个报准 报准 那你儿子如果不在国内的话 为什么要去特别保护 所以我觉得这个道理大家都没有讲清楚 国安局说我们依法 依专业来处理 就没有讲清楚嘛 你现在就变成是 你知道很多人说 一个违建空房子 还要有专人去看家 这叫什么 这叫国家机器保护你家 国家就是你家 你已经你的 他这个规格已经超越蔡英文 难怪蔡英文对赖清德一直很有意见 所以我必须要提醒赖清德副总统 这个事情 你可以用情感诉求 你可以打动你的自己的死重 但是很抱歉 对于大多数的理性 有这个所谓的比较 一般中间的选民 他们是会觉得你是特权 而且呢 你会让大家看不下去 原来好的益生菌 真的可以帮助入穴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是国家认证AB克菲尔益生菌 含七种有身份证的专利活菌 能产生GABA 色胺酸等助棉因子 难怪吃了更快入睡 夜睡得更好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也是台湾市场上 唯一添加克菲尔乳感菌M1的产品 这是由台湾知名的大学记转 对季节敏感 调整体质的朋友 真的是一大福音 还有这只海天家 被称为超级食物的 羽衣甘蓝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 十字花科蔬菜 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羽衣甘蓝含有高量的 叶黄素 β胡萝卜素 维生素K 维生素C 叶酸等丰富营养素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专利制成 无塑化剂 无重金属 无人工添加物 无410项农药 无香料调味剂 无防腐剂 七大保证 七大认证 觉得好安心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点购下单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